眼下时节,一时三天正值草长鹰飞,花红柳绿的一派大好春光,微风拂面,甚是舒爽。 今日用过午膳,凤九就随东华晃到分驼力池旁,不知帝君今日为何性质颇高,坐于桌前,边欣赏着眼前美景,边持久小拙,九儿,你看这太成功的景致如何。 凤九含糊道,不错呀,景致很美。 哦,挑了挑眉,东华不智可否地持久轻挫一口,那日凤九吃了湿魂果,迷迷糊糊说的话,他可是记忆深刻呢。 我听说太成功的景色特别好,好看,但是我一直都在太成功住着,我怎么没发现呢? 凤九也不知今日东华是怎么了,感觉怪怪的,而且这个地方他很熟悉,就是他在九中天变成小狐狸的那段时日,帝君带他来的,那日帝君喝醉了。 他还偷亲了他。 啊,他不会是知道了吧。 正要举起酒瓶错饮一口的帝君,目得停了停,斜瞥他一眼,唇角一勾,眼中划过丝笑意,随即饮没,重置起酒瓶自饮一口,一眉里他,徒留凤九,在那自纠结。 喝嘛。 好听的声音传入耳中,立马拉回了凤九神游的思绪。 啊,哦,凤九很忐忑,他跟他姑姑白浅不一样,酒量极浅,万一喝醉了,在东华面前丢人,可就不好了。 看着他纠结的神情,东华眼底有笑意流过,挑眉一本正经道,不用担心,这酒里没有湿魂果的叶芽。 噗,彼时凤九刚拿着酒瓶饮了一口,这一下耿在喉咙里,喷出了一半,耿住一半,咳得他上气不接下气。 看他咳得厉害,东华微别眉头,轻声给他拍背。 终于顺过气,凤九抬头哀怨地看着他,他终于明白,跟帝君在一起,最考验的是心智,心智不奸者,早晚有一天被自己呛死。 看着面前帝君深邃柔和的眼,凤九心中一颤,遥想当初他也只是一个想要报恩的小小工地,化身成小狐狸时,才能经常陪在他身边。 而那时的他,还只是个连情势什么都不是明白的小女孩,对帝君的情谊都是在懵懂的状态下,被他吸引至不可自拔。 浮生多态,世事难料,如今他已是他的帝后,而往昔那双无欲无求的一汪幽身中如今有了他的身影,他此生已无憾。 忽而和风拂过,池中避水起波,迁带着还未打开的朵朵睡帘起起伏伏,如含羞少女正捂着一段青涩的往昔,满树岩芙蹄花。 舔仙洒踏,似一阵紫色烟雨,煞时便满不四围。 如此景致岂能辜负,凤九满心羞涩地闭上了眼。 东华俯视着他小女儿的胶态,眼中含笑,只手轻捏住他的下巴,挑眉叹息一声道,有人来了。 凤九物字沉浸在羞涩中,还没等回过神来,就听一连串不合时宜的咳嗽声响起,咳,咳,地,地君,地后。 思命此时进也不是退也不是,站在那边很是尴尬,把腰弯得极低的他心中念叨,非礼无听,非礼无事。 要说他也实在不易,奉帝君之命,劳心劳力奔波了这么久,一回来还受到如此惊吓,真是哀哉。 被这一声惊道的凤九瞬间从迷离状态中行转,见到不远处的思命,红巢瞬间遍布满脸,直延伸到驳梗,结巴着道,思命,你回来了。 脑袋低到胸口,就插挖坑把自己埋了。 看着羞涩的凤九驳梗够的红韵,东华别没瞥了眼不远处的思命,伸手将凤九抱起,经过思命身边使道,你先去书房等我。 说吧,抱着凤九,朝着寝殿走去。 自回到寝殿,凤九就把自己深深地裹进亲被中,先在寝殿内就他一人,东华将他抱回来后,就去了书房。 凤九团着被子,如同一只瞎子般,在床上滚来滚去,他今日丢大人了,还是在好友私命的面前,这让他还怎么见人啊,他懊恼欲死。 滚了会儿,想起这几日一直思虑的大事。 他表弟糯米团子和姑父叶华为了抢他姑姑,可谓长期斗法,无所不用其极。 姑姑他老人家在他们之间游走,蓄荣心自是得到了极大的满足,优越感更是得到了极尽升华,整日里只怕是暗爽到不行。 可到了,自己这儿就变成了他要与儿子抢东华。 说起自家儿子同自己抢东华的事,凤九就一个头两个大。 约某此等事情,对于凤九来说,算是个大事。 是以他近来很认真地思考过,主要是滚滚太后学上进,每日从太上老君,原始天尊,灵宝天尊等处下学归来后,还要缠着东华为他传道授业解惑,他俩禀夜谈,自己却独守冷清辈,其中凄苦,不足为外人道。 思索至此,凤九很心酸,思来想去,他决定给滚滚找个师傅。 择日不如撞日,干脆今天就将此事提上一程,等东华回来,他便跟他提说一下,不过要怎么说,他还需斟酌考虑下。 叶明珠悬于穹顶,满是柔光,很适合看书,东华拿了卷福西数数研读,凤九则趴在他胸前一动不动,这般趴着已近一个时辰,他这一招叫做敌不动我不动,果然他的坚持有了成效。 东华看着书,平调道,你是否有话要说? 嗯,凤九窃喜,起身道,是关于滚滚的。 哦,你想说什么?凤九将他手中的书按下去,凑劲道,我觉得该给滚滚找一个师傅。 傅佑担忧道,你看他这么小,整天在三清境来回跑,累就不说了,小孩子嘛,多活动是好事,可据我观察,他好像在三位天尊处并没有学到什么真本事。 怎么说,因为他每次回来还要缠着你为他解惑,可见三位天尊不能满足他,又斟酌道, 其实也不能怪三位天尊,滚滚是你儿子,这九重天上有,谁敢教他,要是教坏了,怕你怪罪,要是教好了,也怕你怪罪。 教好了,为何还要怕?教好了不就证明了,自己比东华帝君还强吗?居然能把帝君的儿子教好,那我亲自教他便是。 不行,约木觉得自己反应有点大,所以轻声慢语道,历来我们青秋的崽子都是放养的,不能到了,我这一代便圈养了, 你从小不也是摸爬滚打过来的吗?成大事者,需远离安逸。 嗯,说得有理,见东华不反对,奉九再接再厉,道,我以为将他送到昆仑须墨渊上神那里最为妥当,墨渊是父神的嫡长子, 且还与你同窗过,不论是地位还是辈分都与你不相上下,不存在不敢叫的顾虑,且墨渊上神还是姑姑的师父,连姑姑那样的都被他教得如此好,我相信滚滚定会倾出于蓝。 殷勤献策道,躺游东华你出面,拜托墨渊上神,此事定成。 东华瞟了他一眼,傅又拿起书卷,道,此事去求你姑姑吧。 对啊,此事找姑姑,兴许更靠谱一些,奉九按赞帝君想,事情就是要比自己深入,这般智慧与美貌并存的男人,叫自己如何能不爱。 虽说促成此事,他有些许私心,但奉九以为自己还算是个有远见的娘亲,与其让滚滚在父母的呵护下长成一朵娇花,不如让他出去历练历练, 须知四海八荒内有多少神族子弟想拜在墨渊门下,都是求而不得的,如今自己也算为儿子的锦绣前程添砖加瓦了,世人不是有句谚语,叫做慈父伴吗,那么就让他做个成就儿子的严母罢。 奉九震惊于自己的用心良苦,惊着惊着便昏睡在了东华怀里。 第二日,奉九起了个大早,一反常态地为儿子滚滚做了顿花哨且营养的早膳,滚滚出见满桌针,羞略有哑然,不过很快便一脸泰然的落座,细细吃起来。 奉九眼含笑意,不停往滚滚碗里夹菜,看着儿子白嫩白嫩的小脸,虽满脸稚气,眉宇间却尽得东华真传,他有些诧异,自己居然今时今日才有此意感,心里不免犯起了愧疚之意,突然觉得自己虽是个有远见的娘,但却是个不负责任的娘。 一起与滚滚在凡事生活的两百年,自己借着情商之故,似乎很少关心儿子,反倒是儿子经常照拂他,念及此奉酒愈发愧疚,忽然又想起当年他姑姑跟随墨渊上神学艺,一学就是两万余年,一想到这么久不能见到儿子,于拜师意识上他有些打退堂鼓。 九九,你有话要和我说?我问你呀,你想不想认真拜个师父?嗯,如此也不错。那拜在墨渊上神坐下如何?墨渊上神是父神的嫡长子,躺能拜在他坐下当然是好事。嗯,九九做的八针糯米团子挺好吃的。 凤九凑近他,殷勤问道,但是会许久见不到我,你也愿意?白滚滚浆半的糯米团子塞进嘴里,细嚼慢咽后,打量凤九一番,眨眼道,许久见不到,不是正和你吗?凤九哽了一下,别胡说八道,为娘若许久不见你,定会思念成疾的。 滚滚似乎不买亲娘的账,再拿起个糯米团子,咬了一口后方道,嗯,墨渊上神那边你都打点好了。 自己说的这么感人肺腑,催人泪下,这小子居然无动于衷,凤九有些信心,还没,这件事需要请姑姑他老人家出面才能成。 他越想越别扭,竟然伸手去捏滚滚的脸,你真的不会想我吗?滚滚灵巧地躲开他的手,凤九欺而不舍,于是好好一顿早膳。 最后竟演变成了一场追逐战,凤九一路将滚滚追到了太陈宫外,如此紧张之当下,眼前忽然出现个不太应景的素白雾石,恰恰挡了他的道,正追得兴起的凤九,台币,想推开面前雾石,不耐道,别挡,道字还没说出来,便听头顶处响起熟人的声音,看来你的伤已大好了。 九九,我拜师的事情就这么定了,我去三清静了,滚滚抓住机会,一溜烟淘了。 蝶峰,许久不见,这一见面就给我添乱。 凤九后退一步,不悦地盯着面前那张端正的脸,也不知他忘没忘记阿兰惹,但这个问题尾时不太好问,毕竟是情商,端看个人的造化。 蝶峰笑容朗朗,也不与他多绕弯子,直接了当地问,帝君呢?在大殿自己跟自己下齐罢。 蝶峰也没二话,台步掠过凤九,带起一阵清风,吹得凤九眨了眨眼,眨眼的间隙,蝶峰已绕过了他,目的停住对着他建议道,你先去忙滚滚拜师的是吧,我现在进去与帝君有事相商。 凤九急忙转身,却只见到一脚跃白袍鞠闪过正殿拐角没了踪迹,有事相商,蝶峰找东华,会有什么事啊? 此时云海天际处,燕蓝浮动,层层云续,如蝶蝶浪花,在朝阳的照射下染了层橘红色前犬翻滚,凤九看看时辰,已是陈时莫刻,这个时辰,姑姑应该无所事事,既然儿子都如此坚决,他应该给他一个成犬,但又回过头,不放心地看了看大地。 不知蝶峰来此所为何事,纠结半天,最终还是朝着喜无功的方向行去。 没成想白浅听了凤九的话后,万分赞同,琢磨着把团子也一并送去,他就是太溺爱团子了,以至于他现在余术法修为上没什么剑术,可一团子那么爱念他,估计将他送去昆仑虚一世,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,做不成数的,还是先把滚滚安置进去再说吧。 得到姑姑的亲口应允,凤九这一颗心才踏实了,姑子俩躺在喜无功后花园的藤床上,说着女人家的私房话。 太陈宫大殿内,蝶峰行一大礼后,恭敬了战于帝君身前,道,此番上天庭只因父王进来深染尘磕,不便上天树植,是已才由我代劳,见帝君面色沉静,略沉默了下方又道,途径十里桃林,遇到折颜上神,听上神提起前几日夜观星宿,似有一项,遂开挂推眼,发现南荒一鱼,竟有类似三毒灼溪的浑浊气息一出,上神应急着去青秋给白真上神送酒。 因此特托我将此事告知帝君,想问问帝君,那是否是三毒灼溪? 蝶峰见帝君淡定地手持茶盖拍着杯中茶墨,面上无波无蓝,刚要松口气,却听帝君沉静开口道,嗯,那确实是三毒灼溪。 蝶峰神色一沉,肃然道,三毒灼溪不是被师父封在了昆仑须吗?为何会出现在南荒? 帝君泰然道,许是封印时,有些许灼溪一泄而出,南荒乃魔狱,三毒灼溪本是万恶之源,魔狱之中万恶仗气游胜,三毒灼溪出现在南荒并不稀奇。 帝君可有什么对策?本帝君会彻底进化三毒灼溪,可您的伤还未痊愈。 事不由人,更不待人,经过星光结界一战,秒落湮灭,三毒灼溪气势受创,彻底进化也未为不可。 喝口茶,继续道,此事不要告诉久。 蝶峰深知此事是关乎四海六河八荒生死存亡的大事,便也不好再劝。 蝶眉垂眼半想,方抬头又道,听说小殿下要去昆仑旭拜师。 嗯,帝君既然决定彻底进化三毒灼溪,那昆仑旭时必是处危险之地,为何还要将小殿下送过去? 蝶峰不明白,如此危险之地,不知那三毒灼溪何时爆发,将小殿下置于险地,难道帝君不会担心? 去那里是滚滚的意思,殿下小小年纪便不畏艰险,能知难而上,实属难得。 蝶峰由衷地道,帝君瞎了口茶,悠悠道,嗯,他只是想去看看,差点教我语话的三毒灼溪到底是何物。 蝶峰再次败道,在帝君他老人家的思维上。 事业,月明无风,太成功内院中,凤九忙碌的身影穿梭在锄间灶台,东华与滚滚则坐于院中菩提树下切磋起意,偶有几片花瓣飘落在棋盘中,为这肃消的棋局平添了几分柔和。 嗯,有进步。 东华看着滚滚刚刚落下的黑子汗手道。 附君,三毒灼溪进来异动频发,我担心会有变数。 东华盯着棋局,似在思索落子的地方,淡淡道,说说你去昆仑序的真正目的罢。 东华落子后,抬眼看向儿子。 白滚滚伸手在其篓中搓碾片刻,提起一颗黑子,落在了东华方才的白子上方,才道,为了久久。 哦,东华握住手中白子,并不急于落下。 三毒灼溪,乃是聚集了三千大千世界数十亿凡事中的贪爱,称怪,于吃三毒而成。 当初既是父神与父君联手将那妙议会明镜,赞起封住的,现如今怕也唯有父君知晓,彻底将其净化之法。 孩儿揣测这件事,父君定未同久久提过。 他导师揣测得很准,东华很庆幸,凤九将滚滚生得很出色,确然没讲过。 父君独身犯险,孩儿岂可旁观,若父君有个好歹,久久又岂能独活。 白滚滚神色微重,可我现在尚且年幼,对净化一事却是有心无力,唯有摸清三毒灼溪的特性,兴许可以找出净化他的更好办法,将净化的伤害降到最低,是以昆仑虚我飞去不可。 东华落下手中棋子,你倒是很自信。 当然,我可是东华帝君与青秋白凤九的儿子,这点自信都没有,以后如何能在神族立足,如何能保护久久。 白滚滚成澈明亮的眸子,灿若天边的星子,纯净无瑕,忽悠别起两万秀奇的眉,犹豫了下询问。 父君,思命这段时日可有进展,那三生时,当真有解决之法。 前日我见他匆匆回来,又匆匆离开,可是有何不妥之处? 东华撵着手中棋子,见对面儿子小脸布满忧色,随安抚道,此事你无需担心,用不了太久,就会有结果了。 听父君如此说,白滚滚也放下了心,毕竟那可是他父君,定律法长生死的天地共主, 这四海六合八荒最厉害的男人,他说不用担心,就一定不用担心。 安心的滚滚,忽悠摇头道,最近酒酒似乎醋得厉害,我去了昆仑须,也好叫他缓缓。 东华眼含笑意,伸手捏了把滚滚粉嫩的脸颊,道,那你一切小心,莫冤的半个昆仑须未必能撑多久。 啊,烫死了,你们倒是来帮帮我呀。 凤九凄厉的叫声,打断了父子间的谈话,白滚滚起身,道,我去帮九九端菜。 滚滚,万事有父君,在,你此去昆仑须全且只当,是一次历练罢。 我那些都是小事,不及父君独自照顾九九辛苦。 东华笑窝清悬,白滚滚一笑了笑,转身便往除奸赶去。 被一个过去很厉害,现在仍旧很厉害,目测将来也会一如既往很厉害的东华帝君深爱着,且还有个前途以及前力都无限的儿子为他着想操心着,凤九无疑是幸福的。 菩提树下,一顿美味且丰盛的家常晚膳,热闹开喜。 滚滚,九九。 凤九瞪眼,截断道,叫娘亲。 滚滚思索片刻,嘟着嘴一道,为什么不叫母君? 凤九面皮略显僵硬,青秋一族,不惜以公母为称。 为什么? 我叫外公的时候,外公明明很高兴啊。 东华但笑不语,至此,他才算是找到了真正的乐趣。 低头吃饭的凤九时不时抬眼偷瞄一下东华,咬着筷子靠近他如如道。 我听成玉说,枝月帝女近日新织了两件衣衫,极为稀罕,据说蚕丝是由福陀利蚕所土,用他织成的衣料包而不透。 轻而不飘,穿在身上可抵得了余渊极寒,亦可欲养骨炎热,枝月帝女时之如宝,许多仙家更是求而不得。 见东华为滚滚家里筷子菜,凤九咬咬牙,把心一横道,听说三殿下为了讨好成玉,不惜放下天君之子的身份, 竟亲自上门,在枝月帝女那里好说胆说,终为成玉求得一件。 心里想着成玉那副不情不愿,但又藏不住得意的样子,就不服气。 凤九飞一番唇舌,看帝君犹如未闻地给白滚滚添汤,知道委婉从来与东华帝君是末路,凤九坦然道,我也想要一件。 你那么多衣服,要来做肾?我那些衣裳都是些天界里的寻常料子做的,佛祖还要靠金装不适,进而故作谦虚,何况我长相平平,更得在衣裳上下功夫,以弥补先天不足。 嗯,那就更不需要了。 为什么?长相平平的人穿什么都没用。 凤九低头八犯,呜,这日子没法过了,彼时滚滚堪堪将一勺子汤水送进口中,还不急咽下。 便喷了出来,心中不禁对付君,犹然升起一股敬佩之情。